男孩综艺没有数学的休学旅行 邀请了XO的DO 机口 Crush 崔正勋 李荣珍 梁世灿 一起到北海道进行拍摄 不过由于崔正勋和大家几乎都是第一次见面 因此初次见面时 唯一内向型人格的Crush 也马上尴尬 还爆发 只见节目上崔正勋一登场 Crush就马上90度鞠躬 之后用餐时 Crush为了想跟崔正勋拉近距离 便主动询问他 听说你很喜欢听黑胶唱片 则料崔正勋却充满问号的摇了摇头 让Crush尴尬的表示 难道是我做梦了吗 接着又不死心的询问 我怎么一直有你在搜集黑胶唱片的印象 对此崔正勋则表示也没有特别在搜集 让一旁的机口听了 差点笑到把饭喷出来 看完节目只能说我们人生的Crush 真的尽力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